就女儿的肾被丈夫给白月光,丈夫私自调换了名额,将原本属于我们女儿的肾源,换给了她白月光的女儿。 后来女儿病情恶化,抢救无效死亡。 与此同时,白月光的女儿手术成功,丈夫高兴地给全医院发红包。 我气急宫心昏迷,醒来被告知身患癌症,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,心灰意冷后。 我抱着女儿的骨灰盒出了院,在冷冰冰的家中,独自拟好了离婚协议书。 晚上十点,韩逸终于回到家,关上门,刚换好鞋,客厅的灯光乍然亮起,她猝不及防,被吓了一跳,只见我抱着个白瓷罐子,悄无声息坐在客厅沙发上,不知道已经坐了多久。 逢眼你疯了,大半夜不睡觉,在这儿吓唬人,听见韩逸的大声斥责,我机械地抬起头,望向她,哪怕已经是深更半夜, 韩逸的发型也丝毫没乱,连衬衫都平平整整。 可以看出,那个让她细心照顾,陪护了一天又一天的母女俩,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,让她这个向来懒散的人,也认真注重起了形象,见我只看着她不说话,含义满脸的烦躁。 还在记恨肾缘那件事,我抱着瓷罐的手紧了紧,我不是说过了吗,肾缘以后还会有,我是医生,得先为病人考虑,月月现在正处于最好恢复的阶段,这颗肾移植给她,能达到治愈的最佳效果。 我知道你心疼可心,但她已经等了那么久了,难道还差这一点时间吗?她是我女儿,我又不会不管她,含义语气中充满了不耐,显得那么理所当然,仿佛我就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泼妇,但,真的就差这一点时间呢,错过了这个肾缘后,女儿病情就迅速加重,再也没能睁开眼睛。 我的女儿,她还那么小,死之前紧紧握着我的手,问爸爸怎么没来,是不是爸爸不喜欢她了,我只能不断地亲她的脸颊,告诉她妈妈在身边,妈妈会一直陪着她,直到完全闭上眼睛,可心都没能见到爸爸最后一眼。 她初恋的女儿,沈月月,却因为肾缘急时,活下来了,可她女儿用的,明明是我女儿的肾缘了,我恨透了这个虚伪自私的男人,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,似乎是觉得训斥够了。 韩逸终于住了嘴,将满是香水味的外套扔给我,拿着,在我明天上班前洗干净,记得运平整,见我无动于衷,没有伸手去接,任由外套掉在地上。 韩逸皱了皱眉头,我抬头,看着她的眼睛,笃定地开口,我们离婚吧。 韩逸瞬间卡了壳,她似乎不敢相信,这竟然是从我嘴里说出的话,眼神里满是怀疑和不敢置信,你说什么,我勉强勾了勾唇。 我说,韩逸,我要跟你离婚,说着,我将桌子上你好的离婚协议书推给她,这是离婚协议,我什么财产都不要,明天民政局九点上班,记得准备好证件,一时间,客厅的空气都仿佛凝制住了,韩逸没有翻看协议,反而肉眼可见的怒气逐渐翻涌。 你还有完没完,今天就非要跟我闹这个事,月月比可心,更需要这个甚缘,我说的还不够明白。 冯妍,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,她恼怒的目光刺在我身上,仿佛在抢逼着我退缩,我全然无视,再一次淡淡开口,韩逸,我要跟你离婚,这不是商量。 她的脸色瞬间阴冷下来,随即吃笑,你现在还学会威胁我了是吧?她取回外套穿上,紧绷着脸,转身就向门口走去,显然,韩逸决定眼不见心不凡,今晚不准备再加住了,到了门口,还不忘回头冷声警告我。 冯妍,我告诉你,就算真离婚了,可心的抚养权也一定是我的,你最好别后悔,话音落下,韩逸摔门离去,客厅又恢复了令人窒息的安静。 我摸了摸怀里的白瓷罐子,像在抚慰受惊的孩童,从进门到现在离去,韩逸丝毫没关心地问一句,她的女儿今天身体有没有痛,这么晚了有没有睡着? 她甚至从没顾忌音量,连摔门声都震耳欲聋,从始至终,她也没有关心我怀里的罐子是用来做什么的,我看向空无一人的门口,目光空泛,韩逸,可心的最后一面你没能见到,我的最后一面,你也注定见不到了,第二天,我准时等在了民政局门口,过了九点,韩逸还没来,我干脆利落地给她打去了电话。 对面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,冯衍,你除了撒泼,还会干什么,非给我找不自在是吧,我语气平静,过来离婚,韩逸,别让我看不起你,最终她还是过来了,签下名字,盖上印章,离婚证到手。 好,韩逸的脸色十分难看,怒急返笑,好好好,我真是小瞧你了,别忘了我说的,可心的抚养权是我的。 冯衍,我给你三天时间收拾东西,把孩子送过来,否则我不介意打官司,看着她怒气冲冲的背影。 我想笑,猴头却涌上一股心血。 韩逸,可心已经去世了呀,就死在沈月月手术成功的当天,你会高兴吗? 至少为你省下一笔官司费,我没有再回那个家。 可心的东西我已经全部烧掉了,我自己的东西也全扔掉了。 家里所有的合照,我也已经全部剪掉,最近身体越来越不适,兔的鞋里也经常掺着内脏碎片,执着于领离婚证,也是为了不再与韩逸当一家人,哪怕是到了地底下。 当天,我拿着早已收拾好的行李,抱着可心的骨灰盒回了老家,父母从来都尊重我的决定。 就像当初,他们明明不喜欢韩逸,却为了让我开心,同意我跟他结婚,现在也是一样。 他们看着我怀里的骨灰盒和行销骨粒的身体,已经猜出了什么,却不开口多问,只是每天给我做营养的饭菜,为我擦嘴里喷出的血,又一次吐血吐到哑。 我看着爸妈眼里的痛苦,只觉得后悔,后悔不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还回来打扰他们,大概是猜出了我在想什么。 妈妈紧紧抱住我,忍不住哭出声,南南,爸爸妈妈很高兴你能回来,最后一段路能陪你在身边,我们只会觉得没有遗憾啊,眼泪忍不住滑落,我心里终于释然。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我坐在摇椅上,旁边是妈妈洗好的葡萄,剩下的光韵中,我看见了可欣,她穿着我新给她烧的白色连衣裙,趴在我腿上,对我笑盈盈,妈妈,可欣能碰到你了。 我拉着可欣的手,看着爸妈将我的骨灰盒放在了可欣的旁边,一大一小,两个瓷冠相互依偎,就如同从前可欣睡在我怀中的样子,可欣眨着清澈的大眼睛。 妈妈,姥姥和姥爷看不见我们了,我摸摸她的头,但是姥姥和姥爷心里面有我们,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时间,但是在看到爸妈情绪稳定下来后,我决定带着可欣去看看她的爸爸。 活着的时候,韩逸全部的心神都放在隔壁病房的沈月月身上,可欣每一天都期盼着爸爸能来探望她,却到最后都没能看上一眼。 现在,我还是遂了她的心愿,让可欣看个够。 医院里,韩逸刚下手术台,可欣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爸爸,兴奋地围着她跑来跑去,但韩逸感受不到她的存在,无动于衷地坐着休息。 另一名医生走过,韩逸像是想到了什么,叫住了她,赵哥,我女儿出院之前恢复得怎么样啊? 那名医生笑了笑,恢复得特别好啊,治疗得很及时,一点并发症都没有,我心里满是疑惑,自从韩逸坦白将肾源调换给了沈月月,我就再也信不过她,依然带着可欣转了院。 另一个医院的医生帮我们排上了新的肾源渠道,为了可欣的心情着想,又经过了病情评估,我才开始带着她回家养病。 虽然三天后突然急转直下,回了医院急救时,但从韩逸就职的医院离开时,可欣的身体状况根本算不上好。 这名医生怎么会说出这番话的?可韩逸已经信了,她松了一口气,道谢后就又去工作了。 她走后,那名赵医生挠了挠头,这小韩怎么了?她女儿的病情不是由她一直跟进的吗? 十三号的时候,手术多成功,她还给全医院发红包来着,这么快就忘了,我愣住了。 可欣在旁边晃了晃我的手,眼睛亮亮的。 妈妈,那一天,爸爸是来看我了吗?我猴头发梗,说不出话来。 十三号,是可欣急救失败,去世的日子,我还记得她覆盖在白布下的小小一团,她冰凉的小手,和她苍白的脸蛋。 而沈月月在那一天,移植了本该属于可欣的救命的肾脏。 原来,这家医院的人都把沈月月当成了韩逸的女儿。 原来,十三号当天,她高兴地给全医院都发了红包,明明灵魂感受不到韩老。 我却颤抖了起来,韩逸,你有没有想过,就在你为沈月月手术成功而兴奋时, 你的亲生女儿正在六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,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 你有空给所有人发红包,却不愿接我打过去的二十几通电话。 可欣直到闭眼之前都还在想着你啊。 我的内心不知是悲哀还是愤怒,惨然一笑,韩逸,你简直不配当父亲。 可欣感知到了我的情绪,抱住我的腿。 妈妈,不要再伤心了,可欣会一直陪着你的,不知道是不是猜到了什么。 这一次,可欣没有再说要爸爸,晚上,韩逸下了班,我带着可欣。 跟着她回了家,虽然嘴上不说,但可欣飘在韩逸身边还是很开心。 这世上,哪有不爱父母的孩子呢? 到家门口,韩逸掏出钥匙,门打开,沈家和沈月月母女迎了出来。 我愣住了,就连可欣都愣愣地说不出话,沈家如同女主人一样,接过韩逸的公文包和外套,笑得一脸温婉,回来了,饭都做好了,快洗洗手。 沈月月恢复得很好,在一旁蹦蹦跳跳,完全不像我的可欣,连灵魂都看起来那么孱弱。 韩逸进屋,摸了摸沈月月的头,对着沈家温和地笑。 小家,辛苦你了。 看着这一幕,我如遭重击,第一次见到沈家,是在可欣上小学的时候,她向来是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,诞生了二年级没几天,却变得越来越沉默。 我本以为是小孩子年纪增长后,性格自然地变化,直到我有一次给她洗澡,发现了她衣服底下密密麻麻青子的伤痕,第二天,找到了女儿的班主任。 孙老师,这事您必须得管。 小小的年纪,怎么能这么恶毒? 这叫校园霸凌,你知不知道? 我气得浑身发抖,班主任小声劝慰,却始终给不出一个解决办法。 我气得我火冒三丈,独自输出了半天,身边居然连一声硬喝都没有。 我愤怒地转过头,却见韩逸双眼直愣愣地看着对面,盯着校园霸凌罪魁祸首,那个叫沈月月的女孩,身边她的母亲,这次的霸凌事件。 最终在沈家的道歉,以及韩逸的大度原谅下,就此翻篇,沈月月没有受到任何惩罚。 我不敢置信,无法接受这个结果,韩逸却强行将我扯了回去,面对我的质问,她毫不心虚。 我了解沈家的为人,这件事一定有误会,她心地善良,交出的女儿一定不会做出霸凌别人的事。 这时,我才知道韩逸曾有过一个白月光初恋,他们在最美的年纪谈了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却被强行拆开。 直到今天,韩逸有了家庭,沈家成了单身母亲,双方才终于阴差阳错地重逢。 当晚,我和她大吵了一架,并在第二天,王女儿的书包里塞了紧急报警器,但似乎是为了印证韩逸的笃定。 那个面对我的咆哮满脸得意的女孩,再也没有故意欺负可欣。 反而从那天开始,我们两家开始经常碰到,有时是在公园,有时是在商场,有时是在学校附近。 每一次遇见,韩逸都会和沈家聊很久。 她不仅开始积极参加家长会,在家里心不在焉的时间也多了起来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。 韩逸再也不会在可心撒娇时将她抱起,反而骤起梅责备她。 像什么样子,你看看人家月月,从来都不会这么焦理焦气,当可心照旧考了年级第一,她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夸奖她,而是意图鞭策,不要骄傲自满,更不要只顾着学习,要多向月月学,平时多锻炼,多跑步,就连在饭桌上吃饭。 韩逸都不忘提起沈月月母女,月月就是爱吃肉,才长那么高。 而且你沈家阿姨做什么菜,她都不挑食,但沈月月是个什么样的孩子,成绩在班里吊车尾,整天就知道疯玩,跟老师顶嘴,交不到朋友。 这些事在韩逸嘴里,却都成了,与众不同,的象征。 可心性格好,从来都不反驳,只认认真真的答应。 哪怕如此,韩逸都不满意,一点个性脾气都没有,以后到了社会上根本没有月月吃得开,我不止一次对她这种行为表达反对意见。 但是,韩逸却不以为然,我是可心的爸爸,说这些不都是为她好吗?忠言逆耳,等她长大了就会明白了。 后来可心得了病,退学住进了医院,但是,除了可心第一天住院,韩逸来看了一眼之外,之后她就再也没来过了。 偶然听到其他医护和病人谈起她,却都说韩医生是个好爸爸,工作那么忙,还要每天都抽时间去看女儿,这当爹的是真负责,就是可惜了孩子。 那么小的年纪,居然得了肾病,可不好治优,类似议论不在少数,我一直为此感到疑惑,直到在医院走廊,偶然撞见她和沈家。 我才知道沈月月也因肾病住进了医院,入院后,韩逸为她们事事亲力亲为,跑前跑后从不含糊,与对待我们的女儿截然不同,可心常常因为药物的影响吃不尽东西,而韩逸却在高压的工作下。 坚持每天为沈月月做营养餐,可心难受得整夜整夜睡不着,韩逸却每个晚上都在沈月月病房里为她哄睡,甚至经常买玩具让她高兴。 可心每天都在问我,爸爸在哪里?我答不出来,但韩逸每天都要在沈月月病房里待上至少一个小时。 就是为了给他们母女俩足够的安全感,面对我的历生质问,韩逸却振振有词,他们孤儿寡母的,我帮一把怎么了?可心父母双全,但月月不是,那孩子缺乏安全感,我只是多照顾了一下而已。 冯妍,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?此刻,韩逸和沈家,沈月月母女坐在我们的家里,浑然天成的就像一家人。 从前那些古怪的地方,一下子全都有了解释,我气得浑身发抖,攥紧了拳头。 韩逸,你怎么敢的?亲生女儿的身体情况,你好不关心,居然就这么理所当然的,和初恋情人过起了小家庭,虎毒尚且不食子。 韩逸,你连畜生都不如,一双稚嫩的手指,紧紧握住我颤抖的拳头,我低头看去,可心眼眶通红,强忍着眼泪不掉落。 妈妈,爸爸是不要我了吗?饭桌上,沈家做做的无嘴,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我们。 对了韩哥,你现在离婚了,什么时候把可心接回来呢?他扬起一抹温婉的笑,我们孤儿寡母的,还要多亏了你给我们一个容身之所。 你工作忙,可心我可以帮你照顾,还能和我们月月当玩伴呢。 韩逸一愣,这才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女儿。 我抱紧满脸失落的可心,忍不住冷笑,他口口声声说要女儿的抚养权,但距离他给的三天时间,已经过去一周了,他竟然把可心忘了个一干二净,如果孩子真的由他来抚养。 我都不敢想他会有多不称职,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离谱,韩逸的脸上显现出几分尴尬,可心应该是被他妈妈带走了。 一会儿我打电话问问,见他脸色不好看,沈家识去得没再多问。 饭后,沈家安安静静地去刷碗,沈月月则回房间去玩玩具。 他们母女俩现在住的,就是我和可心之前住的卧室。 我不禁庆幸走之前收拾好了所有东西,否则被他们随便碰随便用,我肯定会恶心地如梗在喉。 韩逸拿着手机走到客厅角落,拨通我的号码,我就飘在他旁边冷眼看着。 果然,手机提示对方已关机。 韩逸面色韵怒,转而开始打字发短信,我凑过去看,吃笑出声。 冯言,我就知道你会把孩子偷偷带走。 你一个家庭主妇,在外面自己活都难,怎么可能把孩子照顾好。 我劝你赶紧把可心带回来,否则别怪我真跟你打官司。 明明一分钟之前还把可心忘了个干净,现在却像一个心疼女儿的,好父亲,韩逸。 你还真是能装啊。 沈家洗碗碗从厨房出来,关心地询问韩逸。 韩哥,怎么样了? 见他过来,韩逸表情温柔下来,谈起我的语气却满是厌恶。 冯言这个疯女人,不知道把孩子带去哪儿了,现在电话也不接,短信也不回。 这是准备跟我死磕到底呢? 沈家适时地流露出担心的表情。 这可怎么办?可心还生着病呢? 说完,他抬头看了看韩逸的脸色,又摆出惹人怜惜的姿态。 这一切都怪我,要不是月月用了可心的渗缘,冯姐姐也不会这么生气, 要不是没有实体,我真怕自己会被恶心地当场吐他们一脸。 韩逸更不是个东西,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什么错,表现得十分理所当然。 小家,这不关你的事。 我今天问过赵哥了,他说可心出院之前就已经恢复得很好了。 你看,我早就说过,月月比他更需要这个肾脏。 听见这话,我下意识地摸摸女儿的头顶。 可心贴在我身边,沉默着擦了擦眼泪,握紧了我的手,我更心疼了。 只恨自己不像电影里一样有法力,不然一定宰了韩逸这个狗东西。 他却毫无察觉,甚至还在继续大言不惭。 冯妍这个人一向小肚鸡肠,自私自利。 我只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,是冯妍她自己想不明白。 沈家看向她的眼神有些奇怪,似嘲讽似轻蔑。 最终,她还是笑着放柔了声音。 韩哥,你真好,第二天。 韩逸上班时总是心不在焉,我冷眼旁观,想着她怎么不守悟一下,干脆把刀插自己胸口里呢。 而可心也只始终牵着我的手,再也没像昨天那样围着韩逸转了。 终于到了午休的时间,韩逸迟出了一会儿,又去找了前一天的那位赵医生。 赵哥,我想问一下,你了解我女儿当时转去了哪个医院吗? 赵医生表情很惊讶。 转院,怎么还转院了? 肾脏移植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吗? 说是连排一反应都没有。 我记得你那天还发红包来着呢? 韩逸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,脸色瞬间难堪了起来。 手术,赵哥,那天手术的不是我女儿,赵医生的表情更惊讶了。 满脸都写着,你在说什么鬼东西? 韩逸有些难以启齿,张红着脸把话吐了出来。 我的女儿叫韩可欣,当时住在沈月月隔壁的301病房。 那天手术的沈月月,只是我初,朋友的女儿。 这句话一出,连正路过的其他医生护士们,眼神都惊疑不定了起来。 照医生看她的眼神,更是瞬间开始不对劲,在向她开口时,态度也不负之前的友善,甚至称得上冷淡。 哦,那我就不了解了,这种隐私也不是我一个医生该打探的,含义从脖子到脸红成一片。 啊,我知道了,打扰你了赵哥,我吃笑一声,他居然自己也知道不光彩啊,自己老婆女儿在隔壁病房,没见他去看一眼。 反而成天为一对孤儿寡母,跑前跑后献殷勤,要不是医院里的人都把她和沈家,沈月月当成了一家人,恐怕她勾三搭四不正经的名声早就传出来了。 哪怕从前不明白,现在也该明白了,迎着走廊里众人意味不明的目光,寒义低下头,只想逃回办公室,可惜半路又被赵医生拦了下来。 这位中年医生叹了口气,眼神复杂,小韩啊,你在医学上很有天赋,我始终相信,你的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,赵医生显然很懂得先阳后裔的语言风格,停顿了一下,才语重心长地开口,但是,不管事业多成功,你这个家庭的大后方可不能忽视啊,咱们这些男人,给人当丈夫,当父亲,就要负好责任。 外面的花花草草都是虚的,真到了关键时刻,还是只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愿意管你,你可不能舍本竹墨呀。 这些话就差明示了,寒义向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,脸上火辣辣的疼。 他抢笑着答应,转身快速跑回了办公室,像一只急于回壳的蜗牛,见他走了,走廊里的众人马上开始窃窃私语。 妈呀,那真不是他老婆孩子啊,这谁能想到啊,那一天天伺候的,比伺候亲妈都勤。 我当时还跟人说呢,我们医院的韩医生对老婆和女儿特别好,特别细心,原来是对别人的老婆好。 他老婆就在隔壁病房,也不管管,嗨,忙着照顾孩子呢。 听说他女儿病得可重了,要不怎么转院了,不就是被韩医生给气的,真不知道怎么想的,对老婆是家花不如野花香,怎么对孩子也这样,那可是他亲生女儿啊。 听着这些话,沉默了很长时间的可心,终于开了口,妈妈,爸爸不是因为工作忙才不来看我,而是为了陪沈月月嘛,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不好,让爸爸那么讨厌我,再怎么说也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,突然得知一向崇拜的爸爸,竟然只一心陪伴曾经霸凌过他的人,却连来探望他一下都不肯,很难不产生自我怀疑的想法。 我爱怜地捧起他的脸蛋,坚定地告诉他,可心,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小姑娘,妈妈最爱你了,你爸爸他心盲眼瞎,是他不配当你的父亲。 可心破涕微笑,点起脚尖,在我脸上亲了一口,妈妈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,可心也最爱妈妈了,永远都爱,心里一股暖流涌起,我动容地抱住可心, 只觉得这一生,有女儿就足够了,含义是个极好面子的人,我以为经过了这事,他会后悔死打听我和可心的事,没想到他似乎是破罐子破摔了,开始正大光明打听可心转院的去向。 可惜,就像赵医生所说,这是病人的隐私,显然大多数医护人员并没有打探病人隐私的爱好,他也每天尝试着给我打电话,无一例外都是关机,发的那么多短信, 也一条回复都没收到,在接连碰壁之下,寒义显然越来越烦躁了,只有沈家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安慰,寒哥别着急,冯姐姐一向很有主意,说不定可心已经被他带着接受了更好的治疗呢, 肾缘也没那么紧张,或许可心已经在别的医院做上手术了,也说不定呢,我无声冷笑。 这纯是睁眼说下话,肾脏那可是救命的东西,哪家医院会肾缘不紧张,要是真不紧张,他能和寒义连起手来调换可心的肾缘吗? 又一次,我恨自己死得太早,怎么活着的时候就没记得把他俩一波带走呢? 真是便宜了这一对烂人,虽然屡屡碰壁,但寒义这个神经病竟然依旧没有放弃,但还没等打听到可心究竟转去了哪个医院,他先在家附近,遇到了我的父亲,父亲拿着我的证件,来给我销户,此时寒义正和沈家一起,要陪着沈月月出门去游乐场,看见我的父亲,他愣了好久,才如梦初醒般追了上去, 父亲年纪大了,在我去世以后,却更显苍老,他从年轻起就爱健身,老了也没放弃锻炼,连头发都白得比其他老头慢 可这次再一看,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,身形消瘦,挤背勾搂,让我止不住地心疼,可心飘到我的父亲身边,想摸摸他的白发,手却从中穿过,妈妈,老爷看起来好像不开心,我笑得苦涩,是啊,我们如果能多陪陪他们就好了。 看到父亲的这一刻,我真正开始后悔,居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寒义身上,他也配,正在这时,寒义追上了我父亲,一把将他拦住。 爸,你既然在这儿,那冯妍是不是也住在附近,我就知道他不会真走远,寒义不负之前的烦躁,整个人容光焕发,眼神中满是得意,他一个女人,带着孩子能走哪儿去,您把他叫出来,父亲不疾不徐地抬手打断。 爸,我不是你爸,别这么叫我,寒义愣了一下,皱起了眉,爸,冯妍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,您别听他瞎说,我就是看人家可怜多帮点忙。 他倒好,跟我闹起来了,现在电话都不接,我父亲贴了他一眼,语气沉静,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,也不想知道,我只知道,妍妍病重成那样,抱着可心的骨灰和回老家等死, 一定是已经对你失望至极,他回去那么多天,你一次都没去找,我就明白了,你们这婚,确实是应该离,离了好,离了婚,到了地府阴间,也不再有干系了,寒义却愣住了,他似乎在努力消化着我父亲话语里的信息量,整个人如同被雷劈了一般,呆立不动,您,您说什么,水死了,什么骨灰和,父亲摇了摇头, 看了一眼他身后追过来的沈家和沈月月,眼神中满是失望,寒义啊,我之前是不同意你们在一起的,但你和小妍结婚这么多年,还有了可心,我以为无论如何,你都会对他们有些感情, 你究竟有没有把小妍当成过你的妻子,你又有没有把可心当成过你的女儿,父亲叹了口气,弯下的脊背满是疲惫,如果早知道会这样,我当初怎么会放任小妍跟你走,就算拼了这条老命,我也要把我的女儿留在身边啊, 他转过头,摸去了眼角的一滴泪,向社区办公室走去,寒义终于反应过来,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,他想拉住我父亲,又不太敢,只强颜欢笑地紧随其后, 爸,您说什么呢,您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,冯妍吵着跟我离婚的时候还好好的,他是不是还在生我气? 联合您一块来骗我,父亲毫不理会,只一步步往前走,寒义不放弃,似乎坚信我就是在骗他,加大了音量, 爸,您就别骗我了,冯妍这个人就是爱一哭二闹三上吊,他想给我个教训是不是,可欣是我亲生女儿,我怎么可能不管他,另一个甚远我已经找到门路了,你快让他回来,别拿孩子身体开玩笑, 他就这样追着,跟着我父亲一路来到社区办公室,然后眼睁睁看着我父亲缓缓拿出我和可欣的死亡证明, 同志,这是我女儿和外孙女的所有证件,我来给他们注销户口,辛苦你了,寒义直愣愣呆立在原地,我忍不住冷笑, 他想过我可能是在跟他冷战,想过我可能是在逼他低头,但他从来没想过, 我竟然真的去世了,不仅是我,还有可欣,他的亲生女儿,不,不可能,这不可能, 寒义装弱癫狂地抢过工作人员手里的死亡证明,反反复复地看,嘴里喃喃自语, 怎么可能,这怎么可能,身后的沈家,带着沈月月,终于追上了他, 见他这副样子,沈家猝着没上前拉他的臂膀, 寒哥,你这是怎么了? 谁料寒义如同被惦击了一样,狠狠甩开他的手,差点带着沈家摔倒, 他双眼通红,额头青筋凸起,谁让你碰我的? 沈家被吓了一大跳,眼眶里顿时吸满了泪水, 寒哥,我不是故意的,我只是担心你。 沈月月也哭了起来,寒叔叔坏,推妈妈,寒叔叔坏, 寒义却像施了痣一样,不依不饶,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兽, 不,我不信,我要去弄清楚,沈家被吓得脸色苍白, 慌忙带着哭闹的沈月月离开了, 我的父亲冷眼旁观,我也痴笑出声,真是搞笑, 看来他也知道自己有老婆有孩子, 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对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女性那么关心, 那他之前是在干什么?装傻吗? 还是故意挑衅我,寒义又捧起那两张死亡证明看, 双手竟然颤抖起来,他红着眼睛望向我父亲, 声音竟然有些哽咽,带着祈求, 爸,你告诉我,这都是假的对不对? 冯妍她在跟我闹脾气,父亲面色冷漠地看着她, 你现在做这副样子,是在给我看吗? 他们母女活着的时候,你不闻不问, 小颜跟你离婚的时候,你也不挽留,结婚这么多年, 你一错再错,没能成为一个好丈夫,更没当一名好父亲, 甚至他们消失了那么久,你都丝毫不担心他们有什么意外, 现在小颜和可心都没了,你又做出这种样子, 是在骗我,还是骗你自己? 寒义,你活该良心不安,如果你但凡还有点良心的话, 父亲继续找工作人员办理销户,寒义失魂落魄地被赶了出来, 他表情空芒地望向天空,良久,他叫来一辆出租车, 去了死亡证明上的那家医院,但凡早一点移植肾脏, 那孩子都能有很大几率活下来,真是可惜了, 13号那天送过来的时候,孩子已经无力回天了, 寒义瞳孔紧缩,10,13号,13号那天, 沈月月手术成功,她高兴地给全医院的人都发了红包, 至今还记忆犹身,是啊,那孩子13号停止地呼吸, 她妈妈当场就晕了过去,结果确诊了癌症晚期, 哎,真是可怜呐,当时就他们母女俩,一个已经刚刚去世, 还有一个也活不了多久了,我看资料还是有婚姻的, 但那么多天也没见到哪个男人来看望, 应该也是刚丧偶吧,真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呐, 寒义眼神完全失去了光彩,嘴唇毫无血色, 凉久,她红着眼睛苦笑,是啊,她应该丧偶, 而不是自己去世,她就这样失魂落魄地回了家, 客厅灯打开,沈月月窜了出来,抱住了韩逸的大腿, 韩叔叔,快过来,妈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, 我光是打量了一下沈月月,就不禁皱起了眉头, 可欣晃了晃我的手,惊讶地开口,妈妈,沈月月打扮得跟我好像呀, 是的,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到了可欣衣服同款, 不只是衣服像,连发型,配饰,甚至连可欣的表情都学了个八分像, 这一瞬间我恶心地要命,对沈家和沈月月这对母女更是积攒了满满的厌恶, 韩逸自然也发现了,她僵硬了几秒, 然后表情意味不明地扯开了沈月月,月月, 你这身衣服是谁给你挑的,沈月月丝毫没注意到空气的凝质, 她开心地转了一圈,当然是妈妈给我挑的, 韩叔叔,好看吗?韩逸冷冷地勾起唇角, 好看,太好看了,她走进客厅,饭桌边的沈家见她回来, 开心地摘下围裙,红着脸扬起温婉的笑容, 你回来了,饭菜刚做好,快来尝尝, 我听说冯姐姐的事了,韩哥别难过, 你还有我和月月呢,我会像冯姐姐那样照顾你, 月月以后也会孝敬你的,我冷笑连连, 就沈家这副模样,估计是早就盼着我死了吧, 韩逸这个贱男人这下子可有理由吧, 外事,扶正了,这对渣男贱女何该凑到一块, 他有一句话说得对,我就应该丧偶, 老天爷怎么就没把这一对贱人收走呢? 我以为韩逸会高兴,终于有理由跟沈家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, 没想到他听完那些话,眼神却冷了下来, 随即一把掀翻了饭桌,啊,沈家被吓了一跳, 惊叫出声,一桌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全部散落在地, 飞溅的瓷盘碎片划破了站在旁边的沈家的脸庞, 沈家大惊失色,韩逸,你发什么疯? 沈月月闻声跑过来,见到满地狼藉,吓得大哭,闭嘴, 韩逸回头冲沈月月大吼,吓得沈月月条件反射,捂住自己的嘴, 她咬牙切齿,你身体里的肾源本该是可心的,要不是你, 我的女儿怎么可能?韩逸你够了,沈家也面露愤怒, 她像一匹护载的母狼,跑过去抱起了被吓呆的沈月月, 一切都是你自己安排的,我可没要求你挪用韩可欣的名额, 沈家急声力色,含逸,我是很感激你帮了我们, 但我们不欠你的,我交了治疗费和手术费, 你这好我女儿是应该的,其他多余的事是你心甘情愿, 混蛋的是你,少把帽子往我们孤儿寡母身上扣, 说完,沈家怒气冲冲地抱着沈月月离开了, 只留下韩逸一个人站在满地狼藉中, 她眼神放开,喃喃自语,是啊,只有我是混蛋, 我真是混蛋啊,我看向她, 心里竟然已经生不起太炽烈的情绪了, 是的,韩逸,你真的是一个可恶的混蛋, 她颓唐地坐在狼藉中,一夜没睡, 第二天,她利用植物之便调换慎原名额, 的事就登上了热搜,与此同时,她和沈家,沈月月, 我和可欣之间的烂事也被爆了出来, 一时间,网上都是对她的讨伐和辱骂, 韩逸就职的医院也立刻发布声明将她开除, 但她竟然毫不在意, 在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, 都没找到任何一张我和可欣的照片和旧物后, 她崩溃了,连夜坐上去往我老家的火车, 跪在我父母门前, 见到了柜子上摆着的骨灰盒, 她先是盯着我的白瓷罐看了许久, 随即看到了旁边那个眼熟的, 曾被我抱在怀里的罐子, 韩逸痛哭出声, 在那之后, 韩逸捐了自己剩下的所有遗产,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, 喝了农药自杀, 我们的灵魂相见了, 她看见我们后愣了许久, 眼眶慢慢红了起来, 小颜, 可欣, 我对不起你们, 我和可欣远远看着她, 拒绝她的靠近, 身上渐渐散出星光点点, 我与可欣的灵魂在消失, 韩逸的眼神染上惊慌, 可欣笑了笑, 率先消失, 我看向韩逸, 内心无比平静, 韩逸, 下辈子,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, 意识归于虚无的最后一刻, 我听见了摇摇传来的痛哭声, 还有一句消散在尘埃中的, 对不起, 晚上我发现自己发烧的时候, 路径已经走了, 他跟我说单位有个事, 要紧急加班, 可他不知道, 我听到了他和裴曼打电话, 安静的卫生间外, 我站在墙角, 听着电话里隐隐约约的女生抽气, 路径我家里停电了, 我好怕你来陪陪我好不好, 然后我听到路径沉默了一会, 最后还是说了一句等我, 我站在走廊上, 看着白痴灯照在地面上, 惨白一片的灯光, 没说话直到路径出门的时候, 我才几乎是哀求到我不太舒服, 你可不可以在家陪陪我, 我是真不舒服, 昨天为了去给路径送散, 我在暴雨里浑身都淋湿了, 我现在感觉呼吸都带着灼热,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, 但是路径连头都没回, 他低头穿着鞋敷衍我乖, 我有事你先自己休息一下, 然后他就把门一把关上, 头也不回地走了,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烧得昏昏沉沉的, 给路径打了个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, 最后咬着牙给我朋友何璐打了个电话, 还没等他来, 我就眼前一黑, 完全失去了意识,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, 一切都变了, 何璐一看我, 睁眼红着眼, 骂人路径个傻逼玩意, 女朋友都烧成这样了, 还去跟别的女人鬼混, 杨月你这次要是再不跟她分手, 我他妈干脆现在就把你掐死得了, 省得你把我气死, 她愤怒地看着我, 我愣了一下, 迷茫到谁是路径, 和路脸上出现了一刹那的空白, 随即她神色惶恐起来, 握着我的肩膀紧张到你开玩笑的吧, 杨月现在可不幸开, 这种玩笑啊,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, 脑海里, 却翻不出任何有关这个名字的记忆, 我茫然摇头, 我没开玩笑, 路径是哪个和路, 腿一软她撑在床脚看了我一眼, 惊恐地喊了起来, 医生医生, 她脑子烧坏了, 做完了CD之后, 我拿着检查报告坐在床上吃苹果, 和路在一边不敢置信地上下打量着我, 靠你他妈的还真行, 我以为你忘了你爹妈都忘不了路径, 结果你居然谁都记得, 就不记得他了, 我皱眉听你这么说, 这路径都跟我在一起了, 还成天和前女友不清不楚的, 我脑子进水了, 这么稀罕她, 和路冷笑一声, 可不就是进水了吗? 估计只剩水了, 怎么骂都骂不回来, 倒也好, 正好这次甩了这个狗男人, 让这对狗男女锁死吧, 我点点头, 随意倒行, 话音刚落, 病房的门就被一把推开了, 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高大男人, 满脸焦急, 在看到我的一瞬间, 脸色就变了, 大步朝我走过来, 月月你怎么样?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, 很陌生, 我不认识他, 长相虽然很英俊, 心没见目的是我喜欢的那款, 看来这就是和路口里的路进了, 那个我给他当了三年半舔狗, 跟我在一起了, 还对前任心心念念不忘, 把发烧的我, 一个人扔在家里的那个渣男, 在和路嘴里, 我几乎没听到路进一句好, 从头到尾都是怎么遭见我, 怎么把我呼之急来, 挥之急去, 和路是我十几年的朋友, 我们从初中就开始形影不离, 他不会骗我, 我看着路进的眼神, 带上些许嫌弃, 说真的和路, 嘴里那个舔狗, 我自己听了都烦, 我真不明白我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, 一个不得好死的舔狗, 对着一个对前任念念不忘, 藕断丝连的男人都舔得这么起劲, 这么多年, 任劳任怨没提过一次分手, 我怎么会这样呢, 哪怕这个男人长在了我的审美上, 我也不该是这样的人, 路径看到了我的眼神, 愣了一下, 脚步一下停了, 片刻后他走过来看着我的, 眼神里流露出心疼和内疚, 越越抱歉, 我昨天真的不知道你病得这么严重, 你和路在一边抱着胳膊也不说话, 看好戏似的看我们, 我皱了皱眉, 一想到这个男人, 刚从他前任的床上下来, 心里就抑制不住地作呕, 我躲开他伸过来的手, 厌恶到你哪位, 路径好像被我的眼神呲了一下, 他顿了顿, 继续到我知道你怨我, 这次是我不好, 我以后一定不了, 嗯, 和路冷笑出声, 情场浪子回来了, 咋了, 裴曼家不停电了, 你终于有空回来了, 露进表情闪过一丝慌乱, 他赶紧握住我的手, 解释道, 我跟裴曼没什么, 就是他家昨天停电了, 他在这也没什么亲戚朋友的, 有点害怕才找了我, 我跟他没发生什么, 月月你信我, 我用力抽出我的手, 嫌弃地在床单上擦了擦, 沉生到路径, 是把我昨晚上发烧, 脑子烧坏了, 我失忆了, 已经不记得你了, 你放尊重点好吧, 露进一开始并不相信我是真失忆了, 他还以为我是生气了, 在骗他好声好声好气地哄我很久, 直到我烦不胜烦, 让他滚的时候, 他的脸色才陡然聚, 便他看着我, 表情都有些维持不住了, 你让我滚, 月月你真的不记得我了, 这个字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, 他好像很震惊, 似乎我之前从来没有对他这么说过话, 也许是我的态度太过冷淡, 露进最后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, 他整个人很颓唐地坐在一边, 看起来很难过, 你怎么就忘了我呢, 这不可能的, 和露很看不惯他, 嘲讽到可能老天都看不下去了吧, 露进你也配当人, 我昨晚上去的时候, 杨月都他妈快烧傻了, 再晚去一会, 指不定烧出什么毛病来了, 那时候你在哪呢, 在你的前女友家里, 搂着他睡觉吧, 我劝你赶紧滚, 少在这恶心人, 路径退堂地抓着自己的头发, 低头痛苦道, 对不起月月, 对不起, 我真的不知道你病得那么严重, 我冷冷地看着他说真的, 失去记忆以后, 我完全想象不到, 为什么我之前会那么爱他, 失去尊严, 失去自我, 只是为了留在这个男人身边, 而他在我病重的时候抛下我, 只因为他的前女友, 说了一句怕黑, 路径似乎被我的眼神刺痛, 他避开我的视线, 难过地捂住脸, 可我心里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, 我平静地对他道, 既然我已经不记得你了, 你心里也只有你的前任, 那我们就好聚好散吧, 我这句话好似当头棒喝, 路径猛地抬起头来, 神色大变, 他眉心皱得好像能夹死苍蝇, 不假思索倒不行, 我不解, 你不是喜欢你那个叫裴曼的前任吗, 听说之前好几次你和我提分手, 我都不同意, 现在我成全你们了, 你自由了, 路径的表情, 却没有心愿实现的轻松和开心, 他眼底浮起深深的痛意, 好像不是他抛下我奔向了前任, 而是我抛弃了他似的, 月月你怎么能说这种话, 我和裴曼没什么, 我就是他似乎自己也解释不下去了, 颓唐地垂下头, 脸色苍白, 我觉得有点离谱, 明明是他当着我的面, 和前女友藕断撕连, 怎么现在倒给我上演什么深情戏码了, 路径走到我面前, 就好像承受了什么巨大的打击似的, 他想握我的手又没敢, 只能站在我床上恳求道别, 提什么分手了, 月月, 医生说你这个失忆之后可能还会恢复, 这次是我错得太过分了, 你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, 我们好好的, 你不是想去意大利吗? 等你好了, 我就立刻请假, 咱们去欧洲玩一个月好不好, 我看着这个一脸懊悔的男人, 奇怪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啊? 你喜欢的不是裴曼吗? 路径一愣, 似乎被我问住了, 我继续道, 如果你不喜欢他, 那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了? 还因为他的一句话, 抛下我去找他, 如果你喜欢他, 现在又干嘛做出这副态度? 我皱眉路径, 你到底想怎么样? 路径茫然地看着我, 嘴唇动了动, 却半天说不出话来, 就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了一样, 我看他这样就烦, 合露嘴里的我, 痴情的自己都难以想象, 然而那么奋不顾身的爱, 只是一场小小的高烧就被蒸发殆尽, 现在, 看着这个所谓的我爱了三年的男人, 我再没有一丝感觉, 仅存的只有下意识地厌恶我, 不是在和你商量, 我干脆到我是在通知你, 现在我对你压根没有感觉, 我变成这样, 你也有责任, 我怎么可能继续和你在一起, 不知道为什么, 看着路径痛苦的表情, 我的潜意识里, 居然有了种难以言喻的快感, 似乎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已经消失了, 但是他留给我的伤害, 却刻在我的骨子里, 一直没有愈合, 我几乎是带着恶意地开了口, 路径你这个样子真是让我恶心, 路径的样子像是被人当头打了一拳,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, 好像我刚才说的不是一句话, 而是用一把刀把他捅了个对穿, 我看到他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, 可我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, 在河路的嘴里, 这是一个掉一根头发, 我都心疼得要命的男人, 我会冒着冒雨给他送散, 会因为他一句胃疼, 整夜整夜不睡, 包药膳给他喝, 会跟着他不远千里万里, 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, 我突然觉得, 爱真的是一种坚韧又脆弱的东西, 当爱活着的时候, 无论受到怎样的搓磨和打击, 都不能让他消磨分毫, 可是只是一场高烧, 这份爱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, 眼前的这个男人, 他的表情是那样难过, 而我却一分心疼都没有了, 我连看都没看路进一眼, 翻了个身躺下睡了, 在医院观察的这几天, 路进几乎是住在这里了, 他请了假, 不眠不眠不休地陪我身边, 我都没搭理他, 出了院直接去他家把我东西收拾出来, 自己租了个房子住, 我离开的时候, 路径没有拦我, 他只是在我身后, 定定地注视着我, 眼神悲哀, 你还会回来吗? 他问我, 我默然看了他一眼, 直接坐上车走了, 透过后视镜, 我看到他一直在马路边上站着, 望着车的方向, 我开始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好奇, 我想知道, 究竟是什么让我在之前的三年, 这么迷恋这个男人, 我们的之间的关系, 又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复杂? 好在我有个记日记的习惯, 关于路径的记忆虽然消失殆尽, 但是这三年间, 我留下了好几本厚重的日记, 晚上我躺在床上, 翻看着自己的日记, 关于路径的记录其实很好找, 因为这些日记里, 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关于他, 2019年3月26日在图书馆, 看到一个男生, 巨帅2019年3月27日, 今天滴血糖晕倒了, 有人给了我一块糖, 是昨天那个长得巨帅的男生, 我靠离近了看, 感觉更帅了, 他眼睛里简直有星星啊, 2019年3月28日, 昨天那个男生又来了, 还问我有没有好一点, 感觉和他说话的时候, 紧张得都不会张嘴了, 糟了是心动的感觉, 一夜一夜全是少女的心事, 原来路径只用了一块糖, 就直直地杀进了我的心里, 片甲不留, 那之后, 我的日记就全是关于路径了, 他常去图书馆看的书都很高深, 有一些甚至是德语书, 我压根都看不懂, 为了接近他, 我甚至去自学了德语, 别搅地和他搭话, 路径总是有些冷淡, 从来都不主动和我说话, 我却乐此不疲地一直去找他, 他那一段时间, 心情看起来一直不是好, 就连看书的时候都皱着眉, 看起来有些抑郁, 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找话提合, 他说话, 跟他讲一些完全不好笑的笑话, 被拒绝了好几次, 还是坚持邀请他出去吃饭, 坚持了三个月, 他才在我又一次找借口, 跟他出去的时候, 无奈地冲我笑了一下, 那是他第一次冲我笑, 也是他第一次答应我和我出去玩, 那一天是我们关系的开始, 我看着一页页的日记, 上面的内容全然陌生, 情绪却是扑面而来的熟悉, 路进拒绝我的时候, 我就难受, 他答应我的时候, 我又开心得不得了, 连自己都带着飞扬的雀跃, 那样认真的心意, 一天又一天地记在纸上, 透过微微泛黄的纸页, 我甚至都能看到, 面容还带着稚嫩的字迹, 正趴在桌前, 皱着眉或咧着嘴, 一笔一笔一画, 关于路进所有的事, 其实和路进在一起的前两年, 还是挺开心的, 他虽然总是淡淡的, 从来也不说喜欢我, 但是生活中还是挺照顾我的, 会因为我说想吃一家蛋糕, 大晚上穿过半个城市去给我买, 也会在一起散步的初秋街头, 脱下自己的外套, 披在我身上, 皱着眉鼠落我为什么只知道臭美, 不知道多穿一点, 深冬的晚上, 他会搂着我, 给我捂冰凉的手脚, 一直到我睡着, 那时候我的日记里满满都是甜蜜, 幸福几乎要从字里行间溢了出来, 我找到了我爱的人, 我也以为他爱我, 虽然他从来不说, 可是那么多女生喜欢他, 为什么他就偏偏选了我, 还从来没和我提过分手呢? 我坐在床上, 翻看着每一句话, 这是我这三年里最幸福的时候了, 然后裴曼回来了, 一切都天翻地覆, 一开始我并没太在意裴曼, 一个分手了两年的前任, 我没觉得他会怎么样, 路径也没瞒着我, 裴曼回国的时候, 还带着我去跟他一起吃了一顿饭, 我一直以为他俩就是好聚好散的前任, 彼此不应该再出现在对方的生活中了, 路径现在的爱人只能是我, 但是从那之后, 路径对我的态度就变了, 他不再给我披外套, 也不再搂着我, 更不会陪我出去散步了, 每次我想要从身后抱他的时候, 他都会正开我, 不耐烦到热别贴着我睡, 一夜之间, 我的爱人就彻底变了个模样, 他对我的爱就好像是过眼云烟一样, 很快就消散殆尽了, 路径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和裴曼联系, 很多次半夜惊醒, 我都会发现旁边没有人, 而路径把自己反锁在阳台上, 拧着没抽烟, 地上散落了一地的烟头, 明明我就陪在他的身边, 他的表情看起来却那么落寞, 那时候我就知道, 原来他心里的那个人, 一直都不是我, 我那时候多天真啊, 我一直以为, 只要我能陪着他, 他总会认清自己的心意, 而真相远远比我想象的更残忍, 一天晚上起来, 我发现陆进又不在, 正要出去找他, 却听到阳台上传来压着音量的低声争吵, 和陆进在一起两年多, 他的情绪一直都很内敛, 我有时候甚至有种感觉, 因为他什么都不在乎, 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让他情绪波动, 哪怕是我们吵架的时候, 他也只是冷眼旁观, 我自己生气, 从来不会和我吵架, 也不会哄我, 最后都是, 我自己消气了, 灰溜溜地回来, 主动找他, 他也不会再和我计较,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失控, 我躲在墙角, 看着他红着眼和电话那边的人争吵, 地上全都是熄灭的烟头, 他激动到你当时说走就走, 把我跟狗一样扔在这里, 现在又好像没事人一样来找我, 裴曼, 你他妈知道我那一年是怎么过的吗, 你没有心, 裴曼在那边又说了些什么, 路径错了, 把脸疲惫到对,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气你, 那又怎么样, 你他妈的不要我, 有的是人上赶着要和我在一起, 我呆呆地站在墙角, 大脑一片空白, 这句话就好像一把利剑, 当堂将我剖腹穿心, 把我死死地定在原地, 那时候我才知道, 原来这两年多, 我自以为的两情相悦, 不过是一场稚气, 是路径气不过裴曼说出国就出国, 才找了我来气他, 怪不得那么多人追他, 他偏偏选择了我, 原来不是偏偏选择了我, 只是因为我追得最紧, 而他正好需要这样一个和裴曼置气的工具, 才顺手找了我, 不是他选择了我, 是只要那个人不是裴曼, 是谁都可以, 而这些年所谓的甜蜜和幸福, 我的赤诚的爱, 原来在他心里只是一句上赶着, 我缩在墙角, 脑子里一团乱麻, 真的难受, 到极致的时候, 人反而麻木下来, 那种心脏攥着的疼, 五脏六腑的翻脚都平息下来了, 我只是感觉很累, 累得只是这样站着, 就已经花光了我全身的力气, 我甚至一片混沌的大脑还在抽空思考, 其实陆进说的没错, 这些年来却, 时时我一直上赶着, 他从来没有主动回应过我, 我以为他不说爱是因为害羞, 原来他是真的不爱而已, 他爱得从头到尾都另有其人, 我忘了那天我是怎么回到床上的, 那一天晚上, 陆进都没回卧室睡觉, 我们两个人, 一个人在阳台, 一个人在卧室, 都在为了自己爱的人夜不能寐, 然而早上在见到他的时候, 我还是用力扯出了一个笑容, 平静如常地问他早上你想吃什么呀, 我做荷包蛋给你吃好吗, 现在想想, 我都很不能理解, 那时候我为什么会那么卑微, 明明我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, 不过后来我就明白了, 因为那个时候我太爱陆进了, 我知道一旦张口, 我就等于给了陆进一个正当的分手理由, 而我不能失去它, 我承受不了, 于是我只能把破碎的胸膛自己缝起来, 在心里默默流血, 分手之余, 路径来说是一种成全, 但对当时的我来说, 不吃一场处决, 从那时开始, 这场恋爱就变成了一种折磨, 路径和陪伴, 他们两个都是如此骄傲的人, 虽然相爱, 却谁也不肯先低头, 这场拉锯战恒日持久, 而受伤的却只有我一个, 我被凌迟的鲜血淋漓, 如果说, 上两本日记里全都是明媚的开心, 那这一本就全是阴暗的痛苦了, 曾经的我, 一个人缩在角落里, 心明明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, 却还是死死地拉着路径不放手, 饮震止渴, 路径与我来说, 就是那一瓶震灸, 我放下日记, 日记里的故事我已经全然不记得, 那种心情也早就消失了这里, 记着的似乎不是我的故事, 而是一个陌生人的故事, 在看的时候, 我只觉得可怜又可笑, 却完全不能感同身受, 太蠢了, 我捂住脸, 我居然有这么傻逼, 这么丢人的时候, 这种情绪让我在看到路径的时候, 不自觉地带上了恨意, 因为看到他, 我就想到, 我还有像一条卑微的狗一样的日子, 而这个男人, 就是践踏我尊严的罪魁祸首, 他真的把我变成了一条照之急来, 挥之急去的狗, 我看着路径苍白的脸, 心想着他妈的到底凭什么, 距离路径上一次来找我, 已经过了半个多月, 再见他的时候, 他变得憔悴许多, 带着一身的疲惫, 他眼下的黑眼圈泛着青黑, 下巴还带着胡茶, 满是红血丝的眼睛看着我,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 我居然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恳求, 我心里冷笑, 怎么可能呢, 路径什么时候恳求过我, 我们之间哀求的那个人永远都是我, 不过现在不同了, 我冷冷地看着他, 厌恶到你不跟裴曼在一起, 来找我干什么, 路径被我的眼神烫了一下, 仓促地低下头, 片刻后他沙哑到月月, 咱们谈谈吧, 我伸手就要关门, 我和你没什么可谈的, 我们好聚好散吧,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, 路径挡住门, 哀求道也不差这一会了, 我们在一起三年, 就算你要散, 也得把话说清楚吧, 我想了想也是, 这场感情的落幕, 需要一个交代, 不是为了现在的我, 是为了那个曾经一个人在夜里, 把嘴唇咬得鲜血淋漓, 不敢哭出声的姑娘, 我把门打开让, 路径进来, 路径看起来似乎喝过酒, 身上一股酒味重的要命, 连走路都有些亮呛, 他把自己砸在沙发里, 搓了一把脸, 声音是抽烟过多的阴雅, 月月这几天你不在, 我才想明白, 我真的放不下你, 我愿意补偿你, 他抬起头来, 双眼通红,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, 他看起来很难过, 就好像一直以来, 受伤的那个人都是他一样, 我心里没来由地涌起一股怒气, 他怎么可以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, 明明被伤害的那个人, 一直是他呀, 我嘲讽道, 路径你是不是脑子也被伤坏了, 你不记得, 你在阳台上和裴曼说过什么了, 路径猛地抬起头来, 我把日记举起来, 一字一句地复述道,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气你, 那又怎么样, 你他妈的不要我, 有的是人上赶着要和我在一起, 现在是裴曼又和你闹别扭了, 你又需要我这个上赶着的, 来和他置气了吗, 路径如遭雷击, 你听到了, 我冷笑道, 你那么大声, 笼子都听到了, 裴曼出国, 把你跟狗似的扔在国内, 你不甘心, 就找了我来气他, 是我这个工具人太好用了吗, 我求求你了, 路径我定定地看着他, 带着恨一道, 我和你无冤无仇, 之前的三年, 对你也算是死心塌地了, 你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, 要这么一次又一次地来折腾我, 你换个人祸害行不行, 路径眼里的痛意, 一层一层地涌了上来, 他脸色煞白, 一瞬间, 所有的血色全都退尽了, 不是这样的, 我不是想用你和他置气, 我是我是他说不下去了, 痛苦地抱着头, 是一开始, 我是抱着和裴曼置气的心思, 和你在一起的, 我承认, 但是这几天你不在, 我突然发现, 我一次都没有想过裴曼, 我满脑子都是你, 我吃不下睡不着, 睁眼闭眼就是你的脸, 月月, 我对裴曼大概只是一种年少的不甘心, 所以成了执念, 我现在才认清了自己的心, 我是喜欢你的, 他抬起头来, 满眼哀求, 要是换了之前, 我听到他这话, 大概会高兴疯了, 日记里记得很详细, 那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 就自己幻想, 总有一天路径会真的爱上我, 到时候我就要让他高攀不起, 跪在我面前求我, 可是真到了这一天, 那些过往却全被我忘记了, 我心里毫无波澜, 只觉得可笑, 迟来的爱还不如不来, 如果这样轻易的一句话, 就能抹平那些伤害, 那那些深夜的无声哭泣, 又算什么呢? 我看着他, 轻声道路尽所以呢, 他一愣, 我继续道你一句, 看清了自己的心, 我就要屁颠屁颠地, 再回到你身边吗? 你要道歉的不是我, 我站起身来, 看着他的眼睛, 一字一句道爱你的那个杨月, 早在你因为陪慢, 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的那天晚上, 就死了路径, 浑身晃了晃, 眼里闪过一丝不堪忍受的痛意, 我指着大门道你走吧。 路径走的时候, 失魂落魄, 好像有人把他的三魂七魄抽走了,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窍, 现在我跳出了这段关系, 多少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, 无非就是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, 他有多么爱陪慢吗? 我以前觉得他是真的爱惨了陪慢, 现在看也不一定, 如果他真有那么爱陪慢, 完全可以趁这个机会和陪慢在一起, 在我看来, 他对陪慢的感情和他说的一样, 只是一个被人追逐惯了的人, 第一次被甩不甘心, 久了就变成了执念, 甚至这份执念都比不上他的自尊, 他从来没有对陪慢低过头, 去挽回过他, 而我呢, 他也不见得有他说的这么喜欢我, 不过是跟我在一起习惯了, 等我离开才觉得不适应, 我拨开窗帘, 发现陆进没有走, 还站在我家楼下的一棵梧桐树下, 他卡齐色的外套被风吹得下摆扬起, 整个人瘦了一圈, 站在那里看起来很有些落寞, 外面的风越来越大了, 窗户上传来雨点敲击的声音, 下雨了, 然而陆进还没有走, 他好像感觉不到似的, 一棵接着一棵的抽烟, 烟头在阴暗的天气里明明灭灭, 雨很快下大了, 他的烟被浇灭, 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, 任大雨把他整个淋透, 夜色渐深, 周围几乎没有人了, 昏黄的路灯下, 只有他一个人, 好像被钉在那里一动不动, 我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短信, 是路径发来的, 如果我把你吃过的苦都吃一遍, 你愿不愿意原谅我一次, 我冷眼旁观, 他站在雨里, 一把拉上了窗帘, 现在拿出这幅坐态来有什么意思, 我受的伤害不会少一分一毫, 曾经的我怕他被雨淋, 冒着暴雨穿过整个城市去给他送伞, 现在的我看着他被大雨淋透, 却再没了任何感觉, 我只觉得天道好轮回, 苍天饶过谁, 我没想到裴曼会来找我, 我收到裴曼消息, 说要和我谈一谈的时候, 没有在意, 我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任何牵扯, 于是干脆没回他, 谁知道他不知道从哪弄到了我的地址, 居然在我下楼溜弯的时候把我给堵了, 我看着穿着一身长风衣的女人, 她戴着墨镜, 鲜红的嘴唇轮廓清晰而精致, 这是一个美得很有攻击性的女人, 我开始明白, 为什么陆进会对她这么不甘心, 说白了, 裴曼和陆进其实是一种人, 他们天生优越, 不管是外表家庭还是能力, 都注定高人一等, 他们习惯了被人追逐, 也习惯了骄傲, 或许她和陆进之间, 是一种同类间的吸引, 扬月是吧, 你好, 我是裴曼, 裴曼伸出涂着酒红色指甲油的手, 微微抬头, 面容冷淡, 我皱眉没有伸手, 我对这个女人有种天然的厌恶, 虽然关于她的记忆已经完全消失, 但是潜意识里的敌意还未清楚, 她和陆进万见其发, 我的心脏早已千疮百孔, 哪怕现在我失忆了, 那些陈旧的伤口却仍未愈合, 在看到她的时候, 我的心情瞬间沉到了谷底, 我假装没看到她, 直接从她身边走了过去, 我不喜欢裴曼, 不仅仅是因为她是陆进的白月光, 更是因为, 她明知道陆进已经有了女朋友, 还毫无心理负担的插足了, 我们这种人, 永远以自我为中心, 从来不在意是不是伤害了别人, 不仅毫无道德底线, 更是十足时的自私, 陈曼在身后叫住我, 等等关于陆进的事情, 我想和你谈一谈, 我回头冷冷看她, 我已经失忆了, 陆进你喜欢就拿去, 我和你没什么可谈的, 陈曼捋了一下头发, 勾起了唇角, 我想你也不想在这被人围观吧, 我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, 说完了就走, 不会纠缠你, 我有点烦, 不过也怕不搭理她, 她会一直来找我, 说真的她和陆进, 我真的一次都不想再见了, 那边有家咖啡馆, 我不耐烦到给你半个小时说完了, 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, 坐在咖啡厅里, 陈曼优雅地用小勺子搅拌着咖啡, 我不喜欢她的态度, 陈曼总给我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, 和曾经的陆进一模一样, 我和陆进的事, 想必你都知道了, 陈曼下巴微抬, 我和陆进在一起的时间比你们短, 也就一年左右, 他和你表白过吗? 当然没有, 是我追了陆进好几个月, 他才勉强答应和我在一起, 他甚至都没给我一句准话, 只是点了点头, 陈曼似乎也不需要我的回答, 自顾自道, 陆进这个人挺烦的, 不达目的不甘休, 他当时追了我半年, 我去上课, 他就坐我旁边, 我放学就跟在我后面, 他们篮球队夺冠的时候, 他就直接跑到我面前强吻我, 闹得人尽皆知的, 非要我和他在一起, 他嘴里的路径让我觉得很陌生, 陆进在我面前, 似乎一直是有些冷淡的形象, 他从不在外面承认我的存在, 没发过关于我的朋友圈, 没给我介绍过他的朋友, 也从不在外面和我接吻, 我一直以为他就是天生的冷淡性子, 原来他也是会热情的, 明明我都已经把他忘了, 但是裴曼说这些的时候, 我脑海里还是忍不住浮现出, 少年路径的样子, 他浑身带着不容拒绝的霸道和桀骜, 在球场上当众, 吻了他喜欢的姑娘, 我心里微微刺痛, 那感觉陌生又熟悉, 裴曼微微笑了, 好像在嘲讽, 我只是他们童话般爱情中, 一个应该退场的三流配角, 他就是这样, 从来不在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, 喜欢的就一定要得到手, 后来我出国了, 听说他自己在家喝酒喝了三天, 为出血直接送进了医院, 他叹了口气, 垂下眼瞼, 他那样一个骄傲的人, 从来不肯向我低头, 只会用别的办法来气我, 倒是让你受苦了, 我听着他看似怜悯, 实则暗藏不屑的话, 嘴角扬起一个笑, 哦, 他从不向人低头嘛, 昨天他还来求我原谅他, 在雨里站了一页一页呢, 我故作惊奇, 你不知道吗, 裴曼猛地抬起头来, 瞬间变了脸色, 我看着他惊恶的表情, 微笑着抿了一口咖啡, 看来你也不是那么了解路径, 也对毕竟你们都分开这么多年了, 裴曼手指用力握着, 咖啡杯的骨节泛起了清白色, 他勉强维持着脸上的云淡风轻, 我不是来和你打嘴仗的, 你既然已经不记得路径了, 就没必要再缠着他了吧, 你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场错误, 现在也该让他回到正轨了, 我冷笑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, 现在是路径缠着我, 不是我缠着他, 你有本事就让他回到你身边, 没本事就老实待着, 这个女人实在让我忍无可忍, 不管是失忆前还是失忆后, 她总是以这样一副肆无忌惮的态度, 来随意伤害别人, 裴曼你是不是插足有瘾呢? 我站起身来, 俯视着她, 讥讽道这话一出, 咖啡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来, 惊奇地看着的我们, 旁边的女孩一副吃瓜的表情, 兴奋地跟同伴窃窃私语, 小三来找袁佩谈判了是不是, 我靠好不要脸呢, 裴曼面色铁青, 她咬着牙勉强到你在说什么, 你疯了是不是, 我没搭理她, 转身直接走了, 既然你非要我来, 那你就自己买单吧, 我在前面走着, 裴曼还在我身后紧追不舍, 大概是怕我再在大街上语出惊人, 她不敢到我身边, 只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, 看样子是打算等我进楼到了, 再和我掰扯掰扯, 我烦不胜烦, 正要转身和她说清楚, 远远的, 却突然看到楼下的树下正倚着一个人, 手指间夹着一根烟, 白雾弥漫在她周身, 路径, 这下好了, 我们三个人都到齐了, 路径远远看到了我, 她脸上先是扬起一丝笑容, 正要和我招手, 然后她立刻注意到了我身后的裴曼, 面上笑意瞬间消失, 手也僵在了半空, 她立刻把烟头灭了, 扔进垃圾桶, 大不留心地朝我走过来, 裴曼也看到了路径, 她面上有一瞬间的苍白, 随即又立刻恢复自然, 笑着和路径打招呼, 好巧啊路径没理她, 皱着没站到她面前, 你来干什么, 你跟她说什么了, 裴曼脸上笑意维持不住了, 她勉强到没说什么呀, 就是随便聊聊, 路径语气里压抑着怒意, 我让你别来找她, 你到底什么意思, 我在一边冷眼旁观, 这可真是新鲜了, 以往这句话, 路径都是说给我听的, 她再三警告我, 不许我去找裴曼, 我也就真的听了她的话, 从来没有去找过她, 现在她警告的人居然成了裴曼, 真是风水轮流转, 我们三个的角色已经互换了, 裴曼大概是觉得在我眼前被路径呵斥, 脸上有点挂不住, 她脸一下子垮了下来, 看着路径, 语气不善, 路径你他妈的什么意思, 当初缠着我的也是你, 现在又让我滚, 你当我是什么, 我抱着胸在一边看热闹, 路径瞄了我一眼, 压低声音, 道你别再这闹了,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, 我们本来也早就分手了, 裴曼死死攥着拳头, 你说算了就算了, 那你之前那些到底算什么, 她扭过头来, 死死地盯着我, 大声到路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, 每天晚上都和我联系,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, 她嘴角带着恶意的弧度, 她跟我回忆往昔, 说恨我抛弃她, 说她和你在一起, 只是为了和我置气, 够了路径高声打断她, 她眼里是压都压不住的怒气, 你到底闹够了没有, 我没够陪曼声音更高, 她声音微颤, 眼眶开始泛红, 路径, 是你先来招惹我的, 每一次都是你先来找我的, 你现在又这么轻描淡写地让我走, 你他妈的才没有心, 天色渐黑, 秋天的夜已经带着凉意, 周围的人只有寥寥几个, 暖黄色的路灯亮了起来, 陪曼眼里水色一闪而过, 她红着眼看着路径, 哽咽道你不是跟我说, 你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气我吗, 现在我回来了, 你为什么还要来找她, 路径语色, 半晌后她闷闷开口, 是我对不起你, 我对你只是不甘心, 我把这种不甘心当成了爱, 现在我才知道, 其实我爱的一直都是杨, 月你走了, 我只是不甘心, 但是她走了, 我她茫然地摸着自己的心脏, 干涉到我这里疼得受不了, 好像被挖走空了一块一样, 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爱, 我不能没有杨月, 我们她看了裴曼一眼, 我们就算了吧, 本来早就也已经算了, 裴曼猛地抬起眼来, 我看到一滴泪从她眼眶里掉了出来, 她看着路径的眼神充满了恨意, 片刻后她颤声开口, 语气怨恨, 路径你总是这样, 你以为我当初为什么要出国, 我在你身上压根就感觉不到爱, 你只是觉得只有我配得上你, 你只是习惯性地要去追求最好的, 从头到尾, 你压根就没爱过我, 她眼泪扑速速地掉下来, 却还是倔强地不肯去擦, 她只是看着路径绝望到你这种人, 压根不知道什么叫爱, 你也不配被爱, 杨月她现在压根就不记得你了, 这就是你的报应, 说着她最后看了路径一眼, 转身脚步亮腔地离开, 单薄的背影落魄又寂寞, 气氛一时僵住了, 路径苦笑一声, 走到我面前, 低声道她说得对, 我都是活该, 这就是我的报应, 即使心里怨恨这个男人, 然而看到这个一向意气风发的男人, 憔悴得好像换了一个人, 我还是忍不住有些可怜她,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, 我没再说话, 扭头走开, 风越来越大了, 吹得我头发散乱, 我突然觉得心里有点烦, 我身后路径的声音散落在夜色里, 她说月月, 我愿意赎罪, 求你我睁大眼睛, 在我印象里, 路径是从来没有求过人的, 她字典里没有求这个字, 她向来是骄傲惯了的, 那样骄傲到几乎自负的一个人, 怎么会说出求我呢? 我停下脚步, 刚想说话, 就听到路径经声道月月, 让开我被从身后扑倒, 一声巨响后, 我狠狠砸在一边的路沿上, 磕得眼前一黑, 头晕眼花, 我着急地回头, 却发现身后我刚站着的地方, 一个花盆碎了一地, 路径头部下, 慢慢聚集了一小滩鲜红的血, 她紧闭双眼躺在路边, 一点反应都没有, 那花盆是被大风挂下来的, 本来应该砸在我身上, 路径把我推开后, 却砸在了她的头上, 我大脑煞时一片空白, 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, 我茫然而焦急地过去推了一下路径, 为路径, 路径路径一动不动, 毫无反应, 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, 手指颤抖得不成样子, 1203个数字按了好几下才按通, 喂, 我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, 万景会378号楼, 有人被砸晕了, 头部有伤口, 快派车来啊, 救护车来得很快, 五分钟就已经开到了楼下, 两个穿着白大褂的衣生, 很快把路径抬上了车, 我也跟着一起上去, 坐在他身边, 救护车里, 惨白的灯光, 把路径的脸映得一丝血色都没有, 往常红润的嘴唇变得苍白, 他头上还在流血, 黑发凝结在一起, 额头上带着胃干的血迹, 闭着眼毫无知觉, 这一刻, 我心里久违地传来一种撕裂式的疼, 记忆已经消失了, 但是爱这个男人已经成了我的习惯, 刻在了我的骨穴里, 一旦撕开一个口子, 那些久违的心情, 就密密麻麻地蔓延了出来, 我眼前已经模糊了, 看着路径被抬下车, 直接推进了手术室, 这一刻我才知道, 原来记忆可以忘记, 但是爱无法忘记, 在手术室外的两个小时, 几乎是度日如年, 我感觉脑子里乱糟糟的, 一团乱麻,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, 一片空白, 我只能看着手术室外亮起的红灯, 正正地发呆, 一瞬间, 曾经的记忆, 川流不息地在我脑海里经过, 我想去抓, 却什么都抓不住, 最后, 洪流般的记忆都汇聚成了一张脸, 陆进的脸, 等我交完肺回来的时候, 陆进已经被推进病房了, 他脸上惨白, 嘴唇微微干裂, 本来这几天就瘦了不少, 穿在病号服里空荡荡的, 看着简直有些陌生了, 我坐在他身边, 眼眶泛酸, 喂, 就在我掉眼泪的时候, 路径虚弱的声音响起, 明明他整个头都被纱布包得严严实实, 看起来惨得不行, 然而他眼里却饮满了笑意, 你哭什么, 我嘴硬道, 你管我我乐意, 陆进闭上眼, 休息了一会, 又勉强睁开眼睛, 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, 月月你原谅我好不好, 他的样子看起来马上就要不行了, 我一时间惊慌失措, 正想答应, 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, 那句原谅卡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, 陆进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, 眼里闪过一丝失望, 我正想说话, 医生从后面走过来, 对着我道你就是家属吧, 病人没什么事, 那个花盆就擦了一下皮肉, 脑部做了CT, 看了一下, 没什么影响, 但是可能会有点脑震荡, 还需要观察一下, 我一愣没事, 医生贴了我一眼, 怎么有点失望, 我傻了连忙摆手, 不是不是, 我就是我, 看着病床上的路径, 他正在假妹, 嘴角却压不住地不停往上扬, 睫毛颤动, 妈的被骗了, 白瞎了我那么多眼泪, 我冷了脸, 好的我知道了, 等医生走后, 路径才敢睁开眼, 他陪着笑, 拉我的手, 我错了我就是, 他低下头, 苦笑到你好久都没这样担心我了, 我心里一颤, 脑海里没有来的, 又想起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, 下意识地甩开了他的手, 路径在这里没什么亲戚, 住院的几天都是我来照顾他的, 裴曼也来了一次, 也不知道他和陆进都说了些什么, 我只看到他出来的时候, 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, 眼角有哭过的痕迹, 我没说话, 走进了病房, 陆进正坐在病床上, 看着窗外, 看到我进来, 他眼睛微微亮起来, 跃跃我坐到他床边的椅子上, 不知道该说什么, 陆进是叹道, 我刚才已经和裴曼说清楚了, 他不会再来找我了, 我看了他一眼, 没说话, 陆进继续道,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, 说来也是奇怪, 脑子被砸了一下, 反倒清楚了, 他嘀嘀地笑了一下, 其实裴曼看得比我清楚, 一直以来, 或许我就没爱过他, 我只是习惯了要得到最好的, 大家都在谈恋爱, 那我就要找最漂亮, 最有面低女生在一起, 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 我也只是觉得应该是这样,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牵肠挂度过, 陆进穿着病号服, 低着头坐在床上, 他很少有这样脆弱的时候, 好像正在把自己的心, 完完全全地PO出来给我看一样, 后来他出国了, 其实我心里更多, 的也只是不甘心, 我没被甩过, 我觉得很没有面子, 他苦笑, 现在想想, 真是太蠢了, 我永远都认不清自己的心意, 就连你也是, 你离开我了, 我才知道, 其实我早就早就喜欢你了, 我无言以对, 你早就恢复记忆了, 对吧漏尽笑容, 带上苦涩, 我看了他一眼, 同床共枕三年, 我们对对方的了解几乎比对自己都多, 他能看出来, 我不奇怪,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, 陆静扯了扯嘴角, 救护车上的时候, 他的眼神带上一丝眷恋, 想笑一笑, 却笑不出来, 最后只能勉强到你看我的眼神, 和从前一样, 我心里刺痛, 沉默不语, 陆静仰起头来, 用力扯出一丝笑, 只是那笑怎么看怎么勉强, 你还爱我, 对不对我看着他, 定定到对, 记忆回来的同时, 爱也跟着回来了, 我不想爱这个男人, 爱他让我遍体鳞伤, 然而我却身陷其中, 难以自拔, 路径眼里闪过一道光彩, 又很快暗淡下去, 但是你不会原谅我了, 对吗, 我想了想, 站起来走到了床边, 窗外的叶子已经泛黄, 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, 我看着光秃秃的枝头, 突然很没来由地想起了那个故事, 病床上的孩子说, 当树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来时, 他的生命就到了尽头, 现在陆静活得好好的, 但是也有什么东西死了, 我们的感情已经死了, 而死了的东西是复活不了的, 我被对着陆静, 轻声开口, 对我想起来了, 我还爱你, 但我不会原谅你, 之前我被感情蒙蔽了双眼, 失忆后才发现我错得有多离谱, 生活中不是只有爱情, 而爱情, 也不值得我如此践踏自己的尊严, 我回过头来, 认真地看着路径, 路径错过就是错过了, 错误可以被修正, 但是时光不能倒流, 我不能当它没发生过, 如果再和你在一起, 可能我每天都会想到, 你是怎么为了陪曼的一句话, 把生病的我扔在家里的, 我心里永远有这根刺过不去, 我余生都不会快乐, 我要是原谅了你, 我走过去, 握住他的手, 平静到我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, 我疼够了, 这是分手之后, 我们第一次这么开诚不公的谈话, 我们都把自己彻底剖出来, 给对方看了, 路径双眼通红, 他似乎被我的话压得不堪承受, 死死地握住我的手, 嘶哑着哀求道我不会了, 我真的不会了, 只这一次可以吗, 他突然崩溃地把头埋在我手上, 痛哭出声, 整个身体都在抑制不住地颤抖,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, 求求你我求求你, 滚烫的泪水掉在我手上, 我被烫得心里一颤, 抱歉我哽咽道, 从前我最爱你, 胜过爱自己, 但是现在, 我想我应该先爱自己, 路径身体一寸寸被压他, 他压抑着哽咽, 抱着我的手低声痛哭, 这个一贯坚强骄傲的男人, 似乎终于被压弯了背脊, 他拿出了他最宝贵的尊严, 然而太晚了, 一切都回不去了, 我擦掉眼角的眼泪, 最后一次抱住他, 你还会遇见你爱的人, 希望你下次不要错过, 说着我就强撑着站起身, 不敢再回头, 快步走出了病房, 身后路径哭腔里的痛几乎要溢出来, 他声陷嘶哑, 喊道杨月, 我不能没有你, 我最后看了他一眼, 他正裹在空荡荡的病号府里, 红浊眼狼狈的流泪, 好像一条被扔掉的流浪狗, 一如我当时被他扔下一样, 我转身出了病房,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路径了, 他再没出现在过我面前, 但是我总感觉他一直在我身边, 街角风衣露出的一个角, 楼下散落的烟头, 他从不让我看到他, 但是我总能看到他留下的痕迹, 从一开始的痛不欲生, 到后来我也就慢慢习惯了, 以前我总觉得没有路径, 我就活不下去了, 经过这么一遭后, 我发现没有他, 我似乎活得也不错, 我后来又谈了两次恋爱, 但总是出现各种状况, 都分手了, 谈到第三次的时候, 我们终于顺利地结婚了, 这个男人没有路径那样出色, 但是他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, 他的手机密码是我的生日, 永远随便我看, 他从来没有和其他女人有什么关系, 会在我生日的时候, 给我布置惊喜, 会在睡前温柔地给我讲故事, 还会在海滩上单膝跪地, 拿出钻戒来跟我求婚, 和路径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陌生, 我想起他的次数越来越少, 有时候偶尔想到他的脸, 我心里真的一点波澜都没了, 恍如隔世, 那些痛都淡去了, 我知道我终于放下了, 原来时间真的是最好, 也最残忍的药, 在刻骨铭心的爱情, 在夜不能寐得痛, 最后都会被消磨殆尽, 婚礼前一天的晚上,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, 他对你不好的话, 就来找我, 我永远等你, 然后, 似乎是觉得这一条有点诅咒的意味, 又发来一条助你姓, 服侍陌生的手机号, 我却立刻就知道这是谁发来的, 我正出神, 身边老公凑过来, 今晚想听什么故事, 我把短信三两下删除, 笑着扑到他身上, 小人鱼的故事吧, 童话里, 王子让满心是他的小人鱼, 心碎成了泡沫, 但是现实里, 被抛弃的小人鱼, 也总会找到那个坚定选择他的人。 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